近年来在风电领域中国频频刷新世界纪录 海南日前成功造出全球最长的风力发电叶片 长度达到143米 记者近日探访位于海南省东方市的制造基地 探究巨型叶片如何炼成 走进东方名阳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基地 143米长的叶片如躺卧在地的巨龙 该叶片代号为MYSE292 是海上风力发电机的超大型叶片 配套的风轮直径为292米 扫封面积超6.6万平方米 相当于9.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超大型叶片的结构设计是巨大挑战 明阳东方基地副总经理兼叶片厂厂长梁立青介绍 该叶片采用航空科技领域的气动弹性剪裁技术 利用计算机模拟分析叶片在风荷载作用下的受力情况 降低叶片在长度加长柔性增加情况下最大的受风载荷 我们的叶片肯定是越大 承受率会越大 在我们叶片设计之初 我们会进行力学分析 保证它能承受我们的正常的宰割 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目前17级台空的设计 风力发电机叶片长度的增加意味着叶片的重量 制作难度随之增加 梁立青介绍 为了减轻重量 叶片主要由还氧树脂 玻璃纤维 碳纤维 PVC泡沫 巴沙木等材料制成 叶片更大了 更重了 包括我们的叶片的叶根的波纤 现在已经达到20厘米 厚度也达到20厘米 成熟将近200多层 光中的囊度进一步提升了 为什么要加入木材这样的一个材料 海南发展新制生产力 建设清洁能源岛 为风电产业发展带来机遇 建于全球可再生能源需求攀升 及海上风电市场的蓬勃发展 更大型 更高效率 海上风电机组的需求日益增加 梁立青表示 风电技术在进步 市场有需求 143米的全球最长 风力发电叶片记录 不会保持太久 从中国来说应该不会开场 其实我们明阳自身来说 我估计在一年内就会突破 我们国内的优秀的通通商也会突破 但是我们肯定也会继续搞到他们 因为确实是我们继续在进步 第二市场有需求 主持人員 鸣食机讨员